全红蝉日常训练曝光,健身房撸贴引关注,高难度动作让网友直呼佩服。 全红蝉如今已经成为很多人关注的运动健儿,主要是因为他在赛场上表现太完美,拿到了很多人都没有拿到的成绩,而撕下来的全红蝉也有一身的搞笑天赋,尤其是跟粉丝在一起的时候,他会充分发挥自己果灵精怪的一面,就连训练的时候都不忘记跟着镜头做鬼脸。 之前全红蝉在练习十米跳台的时候,曾经发现镜头面对着他,他立马停止跟队友唠嗑,现场上演退退退零场面,真是尴尬又好笑。 全红蝉的出现给了很多人压力,尤其是他第一次参加比赛的时候,直接地压现场一众冠军,成功拿下金牌,这个时候的全红蝉没有参加过任何比赛。 全红蝉的启蒙教练曾经说过,全红蝉没有参加过什么大型的比赛。 去参加奥运选拔赛的时候,也是刚练习没有几天,没有想到他竟然拿到了第一名,可能这就是天赋。 毕竟前段时间的布达佩斯世金赛,他也在没有参加过的项目上,拿到了金牌,同时也是中国跳水队的第一百金。 全红蝉也不再只练习十米跳台,而是加上了三米板和一米板项目。 练习中的全红蝉看起来非常轻松也非常放松,尽管不是自己熟悉的项目,他还是给大家上演了水花消失术,不得不说他的实力是真的强。 其实全红蝉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成绩,除了天赋之外就是刻苦的训练。 在参加世锦赛之前,全红蝉曾经说过,他需要练习双人跳水项目,而这个项目除了练习之外,就是要少吃零食保持自己的体重,再也就是进行训练。 最近全红蝉训练的视频被曝光,他看起来非常累,训练的强度也非常大。 不少的网友看了之后都纷纷表示,太佩服了,对此你怎么看呢?